主料,面粉,250克,辅量,鸡蛋一个,盐,西红柿三个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在面粉里放入一个鸡蛋,和少许盐,加入半碗焖水,揉成硬硬的面团,用擀面张擀得薄薄的,擀一轮,就打开抹上一层面,然后再卷起再擀,反复到皮变得薄薄的,擀好把面层层叠底的放在一起,用刀切成丝, 手从面的第一层拿去抖开来,放好,切好葱,姜,切好西红柿,切好葱,姜,倒入西红柿炒一会儿,加入适量的水,水开放入面条等好了加入盐,味精就可以了,烹饪技巧,面量柔硬一点,这样擀出来的面才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